12月21日 闫亚伦因涉嫌拍摄私密影片 出题硬性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闫亚伦穿着休闲服 戴着黑色口罩 从正门走进法院 人情轻松 而被害人要乐则选择了秘密通道 避开媒体的目光 要乐身着黑色卫衣 纷着帽子和口罩 眼前发红 显得情绪低落 庭审结束后 两人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要乐坦言自己心情很沉重 表示没有和闫亚伦见面 也不知道他的想法 对于是否希望闫亚伦入狱 要乐说他尊重法律的判决 闫亚伦则一出现就向记者打招呼 他表示自己会谨最大的诚意和努力 争取达生和解的条件 让双方多能满意 由此可见 闫亚伦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想要和解 既然如此 就少不了和解金的问题 在闫亚伦即将离开时 记者迅速问他和解金有没有一个数目 闫亚伦并没有回答 不过 据台媒爆料 要乐要求闫亚伦支付1200万台币 约合人民币300万的和解金 记者联系闫亚伦的经纪人核实 经纪人只说案件还在进行中 不便透露细节 对此你怎么看呢